現在我們已經在自由民主永續之旅的騎乘 總統蔡英文的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在F16戰機半飛起航後 經過近15個小時的飛行 專機於美東時間11日下午抵達紐約甘乃迪機場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劍 與駐美代表高碩泰都到場迎接 蔡總統一行人下飛機後 馬不停蹄抵達飯店 受到上百名僑胞熱烈歡迎 不停高喊總統好 總統好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對台灣認同的教育 要從非常小就開始 所以其實他這件衣服 台灣定量的衣服 從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們就穿著 然後今天是非常好的機會 讓他來看看他的 他的故鄉台灣的總統 不過蔡總統抵達下他飯店前不久 在飯店守候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 和聚集在對接的紐約本地中國社團 相互校正 雙方一度爆發肢體衝突 引來紐約警方關切 事件落幕後 蔡總統車隊才抵達 並未受到影響 他聽聞此事 盼雙方和平溝通 我覺得在民主社會裡面 我們還是以典型的方式 來拿不同的意見 馬不停蹄的蔡總統 隨後又展開一連串緊湊的行程 第一個行程就是出席 在駐紐約辦事處舉行的 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歡迎酒會 這是中華民國總統首次在紐約 與友邦聯合國常任代表會見 我們今天來這個紐約辦事處 主要的就是來跟我們的邦交國的 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們見面 一方面也要謝謝他們在過去到現在 以至於將來對臺灣在國際組織上面 尤其是聯合國相關的事務上面 會為臺灣發聲 讓臺灣的聲音在國際上可以被聽得到 同時也讓世界國際上 能夠知道臺灣對國際社會 所做的貢獻 蔡總統也提到 經過外交工作長期努力與累積 這幾年與美國在互動與關係上 都有進步 會持續努力強化臺美之間的 互動發展與夥伴關係